这个满被纹身的壮汉正在折磨着面前奄奄一息的女人 她是日本关东组织的黑帮老大 银棍中的恶棍 死在她手上的女人不计其数 而就在刚刚 她身上的罪恶又多了一条美丽的冤魂 老大给自己倒了杯酒 暴力之后惬意地休息着 这时电话响了 老大不耐烦地问 你谁啊 而对方却非常镇定 也不自爆家门 只是反复确认黑帮老大的名字 然后莫名其妙地就挂了 老大预感到有事发生 急忙通知楼下的小弟提高警惕 但喊了半天都没人搭理他 老大惊觉大事不妙 迅速拎起一把来副枪 拉上窗帘 遮蔽外部狙击的视线 接着端枪上膛 全神贯注对准楼梯口的方向 但老大错误估计了这位不速之客的头脑和能力 神不知鬼不觉 他早已埋伏在了窗帘背后 这个男人来自韩国 是流浪在日文的顶尖职业杀手 干掉黑帮老大 是他倾盆洗手的最后一单 做完这一单他就要退休 带着大量现金跑往巴拿马 远离打打杀杀 过上风平浪静的日子 但他看起来并不开心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东西 思绪回到八年前 那时男人还是韩国的一个秘密特工 在完成某个见不得光的任务后 他却从老上级那里得知 组织居然要将他泄墨杀驴 上级告诉男人 赶紧离开这个国家 保命要紧 而男人却迟疑了 因为他深爱的女友还在家里等着他 男人冒着风险在停车场找到女友 他要给对方一个交代 做最后的告别 而与此同时 一群全副武装的杀手正悄然而至 男人就这么逃到了日本 彻底斩断了和女友的联系 昏昏噩噩的他 在一天清晨被手机铃声吵醒 电话是曾经的上级打来的 男人听到这个声音 就知道没有什么好消息 上级让他去认领一具尸体 男人先开始步 眼前出现的是女友伤痕累累的脸 女友身上有人工红合的伤口 里面的器官已经被掏空 直到这一刻 男人才知道女友这些年在泰国开始了新的生活 却因为某种原因死在了当地恶之狸的手里 并且他刚刚才发现 自己离开之前 女友居然已经有了身孕 现在 他们可爱的女儿已经9岁 女友死后 她便失踪在泰国 生死未卜 希望之光和绝望深渊同时在男人的心中爆发 她决定只身前往泰国寻找女儿的下落 但她不知道的是 就在她出发之前 另一股可怕的力量也正在向她逼近 这个身穿白色西服的男人 是开头死去黑帮老大的弟弟 她常年在韩国生活 为了给哥哥报仇 现在回到了日本 正疯狂寻找杀死她哥的凶手 她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见佛杀佛 欲神杀神 她喜欢把人吊起来 抛腹折磨致死 江湖上给她起了个恐怖的外号 屠夫 在泰国有这么一条贩卖人口 谋财害命的非法产业链 伪装成房产中介的罪犯 专挑移民的 有孩子的外国人下手 以房产投资作为诱饵 在客户准备好定金后 就伙同住家保姆 将孩子诱拐 以绑架的名义把客户引出来 前脚拿钱 后脚就灭扣 被害者连体内的器官 都会被取出卖掉 落个死无全失 男主的女友和女儿 就是这么惨遭毒手 她先找到了 作为识作俑者的房产中介 对她进行言行逼供 说一句谎话 就失去一根手指 中介立马全招了 她说女孩已经死了 被保姆杀死了 男人听后 眼睛折射出 悲愤交加的光芒 仅存的一点希望 也瞬间破灭 但她还是决定找到 那个诱拐女儿的保姆 问个清楚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接着她不顾中介的求饶 先拿她开了刀 男人的飓风营救 没有片刻停歇 当天晚上就找到了 保姆的住处 保姆是从中国沿边来的 和她丈夫住在一起 男人把这两口子 面对面的捆在椅子上 她警告保姆说 现在开始 事情会变得很难看 将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她拿出照片 问保姆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保姆目视前方 什么也不说 还在做着无谓的抵抗 男人见状 直接放倒了保姆的丈夫 她要用实际行动证明 自己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女儿竟然还活着 男人快要熄灭的希望 被瞬间点燃 保姆坦白自己把女孩 卖给了当地黑帮 他们做着贩卖器官的非法生意 许多韩国孩子生病 需要器官移植 他们的父母就会来泰国高价收购 男人女儿的心脏 已经被某位买家预定了 与此同时 屠夫一路用酷刑搜寻线索 也追到了泰国 他的目标不只是杀兄的仇人 还有仇人身边仅存的亲人 屠夫花钱找到两个本地混混带路 想弯道超车 直接联系当地的黑帮组织 但没想到混混 把他带到了一间仓库 里面是更多更坏的混混 屠夫意识到自己动计了 这些人看他既有钱又是外国人 便动了打劫灭口的主意 可这些泰国人哪里会知道 眼前这个戴墨镜的男人 是一个多恐怖的角色 另一边 男人想要见到自己的女儿 必须联系上当地器官买卖的地下组织 经人介绍 他找到一个韩国籍的女装大佬 他为了改变性别 已经在泰国待了五年 但还是没有攒够做手术的钱 其实大佬在韩国也有孩子 在泰国做这种事只为挣钱 他根本不敢回国看看孩子 就是怕孩子知道后自卑 男人付钱让大佬给贩卖器官的人打电话 假装他是韩国来的买主 两人跟着指示来到一栋街边楼房 房间里囚禁着许多小孩 可唯独不见女儿的身影 他告诉卖家他只要韩国小孩 但对方告诉他 之前是有个韩国女孩 但已经被带走了 男人瞬间急了 掏出照片询问其他人有没有见过这女孩 其中一个小男孩站起来 说他见过 不过已经被带去做手术了 男人掀开男孩的衣服 看到了让人心疼的一幕 楼房的守卫听到动静赶过来 伸出枪指向女装大佬 然而这时 几个守卫瞬间被解决 男人急忙让大佬带着那些孩子赶紧离开 可就在此时背后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没错 屠夫出现了 这是贤哥今年看过最带感的动作戏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拳拳到肉直击要害 屠夫发疯般想置男人于死地 但男人心系女儿根本无心恋战 他把屠夫反锁门外 光光光踹开铁窗快速逃离现场 屠夫晚了一步 只能眼睁睁看着男人越跑越远 搞出这么大动静 当地黑白两道都被惊动了 贩卖器官的据点被警察一锅端掉 并下达命令追捕逃窜的韩国人 第二天 男人开着一辆皮卡寻找女儿 他隔着一条街 透过窗户 看到了对面楼里被囚禁的一个女孩 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心心念念 还活着的女儿 男人迫不及待地想要过去救他 但对方人多是众 他暂时不敢轻举妄动 另一边 屠夫走进了一家武器商店 他随手拿起一支手枪 手法熟练 但不够给力 接着他让店员拿来一把重击枪 随口说了一句 把你老大叫过来 而店员根本没把屠夫放在眼里 但屠夫也没空跟他废话 男人这边终于等到了黑帮转移女儿的时机 他开上皮卡紧紧摇在对方货车的后面 就在他加速狂追的时候 屠夫居然坐着辆蹦蹦再次杀了出来 男人急忙压低身体 防守性倒车 刚刚摆脱 一抬头 握了个去 眼前又被全副武装的警察拦住去路 前有狼 后有虎 两面夹击 男人只能绝地求生 他一脚油门踩下去 不顾一切地嘶吼着向前冲去 男人跑了 随后一大波特警紧急出动 凶悍的屠夫也抵挡不住密集的火力 就在他赋予顽抗之际 男人玩命飞奔向正在做器官移植的手术室 女儿可算是得救了 这么多年来 男人第一次 也是最重要的一次 他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 他下定决心要带着女儿离开这个肮脏罪恶的地方 另一边被包围的屠夫也不是吃素的 应当一整个特警队也根本不松 尽管屠夫逃过一劫 但他清楚 单靠自己的力量很难手刃敌人 于是他绑满炸弹 找到了泰国的黑帮老大 老大一听原来是同道中人 并且他们还有同一个敌人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老大当即决定派几个手下去帮屠夫把男人抓回来 次日一早 男人离开酒店去安排偷渡的事情 女儿暂时被留在了酒店 男人离开了十分钟 而就在这十分钟里 当他再回到酒店 一群黑帮已经埋伏在那里 男人身中数刀 勉强杀出重围 当他推开房门 明白了这次就算插翅也难飞 女儿被屠夫装进行李箱里 没有了动静 男人看着屠夫 恨不得用眼神将他杀死 黑帮打手们围上去 打算当场把男人肢解 而屠夫却举起了枪 沾花碾草一般 抬手点射 枪枪毙命 屠夫反悔了 他要独自一人享受守刃仇人的快乐 屠夫命令两个手下 把男人送到指定的点 自己带着男人女儿先走 但他不知道此时 女装大佬已守在停车场 大佬看见男人被蒙着头抓进货车 一向胆小怕事的他 这一次决定不再袖手旁观 男人被大佬救了下来 他不顾伤痛第一时间追向屠夫的车 男人利用地形抄小道 提前卡位挡住了屠夫的路线 但一个人怎么可能跟一辆车硬碰硬 只见男人毫无聚色地举起了枪 接下来的这一幕 看得贤哥直呼牛逼 混乱之中 汽车撞倒在路边 男人一心想着女儿安危 屠夫在身后 一刀刺进男人的胸膛 他死定了 但他就算拼尽最后一口气 也要将女儿救出来 女装大佬 女装大佬及时赶到 从男人的手中接过小女孩 送走女儿后 男人的表情松弛了下来 但屠夫的杀戮还没有停滞 筋疲力尽之后 两人目送着女孩离开 这是电影中一个奇异的温情时刻 两位非要拼个你死我活的宿敌 终于能抛开仇恨和利器 面对面坐在一起 屠夫对男人说 你一开始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局 男人看都不看他一眼 松开手 丢掉一颗即将引爆的手榴弹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杀手和屠夫在你死我活的猫鼠游戏中同归于尽 这部电影叫做《从邪恶中拯救我》 是最新的韩国动作犯罪片 集结黄振明和李振仔两大男神女帝 在韩国上映时创下单日观影人数之罪 电影的故事并不复杂 但从影片的主题表演动作都不难看出 韩国电影在犯罪类型上几乎一根筋的偏致 一场无法阻止的复仇追击 终将在世界尽头加倍奉还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咸鱼 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